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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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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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台太可怕了 太臨時了 對 常常會發生各式各樣不同的狀況 它是Live的 YES 是不是 但是主播通常在螢幕上面的形象要 端莊 對 是不是 所以不管什麼狀況都要Hold住 地震來了他也必須要對不對 林維不亂 他不能亂尖叫 對 對不對 聽說有一個主播是吃 就播報的時候吃到蚊子 然後呢還氣喘發作 可是還是要故作鎮定 好 馬上要問一下大學生 你認為一個專業的主播必須要具備 什麼樣的特質 派退課 是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是關於一個主播 他有多會忍耐 因為我之前在國外呢 看到有那個主播 那女主播是跟男主播 他們一起在播報 可是呢他都播到一半呢 他就是再次忍不住 他就放屁 而且是 屁到那個聲音是有收到 就是 他還有點撇邊 然後呢 他們原本想忍 但後來 大家再忍不住 那味道來 那男主播就笑出來 他們就笑成一團 就覺得好像圓一圓又過去了 可是他們就真的很能忍 原本都裝沒事 明明就不超大聲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特別請來四位主播跟我們聊一下 一起歡迎我們主播戴欣怡 蔡亦凡 曲展元 郭愚中歡迎四位 歡迎四位主播 歡迎四位主播 四位主播我們真的很好奇 因為這個主播上真的 萬一不小心真的出了一些包 這個是會受到懲罰的嗎 我其實出過非常多次包 對 可是因為很幸運 長官都還滿挺我 所以都沒有受到很嚴重的懲罰 不過我是有聽到同事 可能因為股市那個點數報錯 對 可能就是現在8千多點 他可能抱成8萬之類的 就還滿差滿多的 大家滿開心的 但不行 對 然後他就被進播了 被進播 被進播 那多久 還滿久了 好像半年有 那妳自己印象最深刻 自己出過的包是什麼 立正晃得很嚴重 然後我那時候還想說 不行 我主播一定要出變不驚 所以我就裝鎮定 然後就繼續把它抱完 然後但後來就是我發現那個 我現在撥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前面那個燈 就像上面這種燈 然後後來那邊就火花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好像電線短路 然後他又爆了 然後攝影還在那邊 一直比那個給我看 棚內攝影 然後我就想說 你比那個我也沒用 我在講話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繼續裝沒事 因為他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想說 應該不會那麼衰 剛好掉到頭上 所以我就去把它撥完 然後我一進畫面 那個東西又掉下來 他就這樣啪 爆炸又掉下來 然後就閃開 然後碎片 可是沒有鬧我 就這樣 長官會不會覺得可惜 長官會覺得勇氣有加吧 假如他這樣 掉在你面前的話 那個畫面應該會 你知道我大家都會想看 長官就是再購買幾包 乖乖送我們 放在棚內 看會不會再乖乖一點 對... 人沒受傷最重要 那一帆主播呢 真的如果萬一出大包 就是這樣想會怎麼樣 我有遇過那個地震的 然後也是震到就是 連攝影都跑掉了 然後你還是要觸遍不禁 把你的稿頭給爆完 可是心裡就會一直 就是罵想說怎麼這樣子 氣我於不顧 他就整個機器擺在那 人都跑光了 整個棚就剩我一個人 所以主播真的蠻準 對 而且長官也會不開心 所以就為了讓長官不要不開心 所以我們就 你知道繼續留守 在那個主播台上 可是其實我們心裡很慌 如果你跑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長官 應該就是不用播了吧 就是其實那一鍋就是很大的觸發 對啊 然後我第一次 我最記得我第一次上主播台 已經緊張到已經快要死了 然後一上去 我的Pronter就是那個讀稿機 然後我永遠記得那是初二的時候 就大家回娘家 所以我們要即時Live 那個國道上的塞車的狀況 然後那個已經很緊張 因為你第一則就是要現場連線 然後我想說天啊 那如果記者交不回來 或是他交回來那個黑畫面或什麼 然後我就自己設想很多 結果根本還來不及到連線 那整個Pronter就已經當機了 所以我就傻眼 然後我就站在那個正中央 而且那時候是站播 然後你又不能就是偷看稿子 因為手上也沒有稿子 然後就看那個一片漆黑的Pronter 然後跟那個電視機的螢幕 就是他Live的一些停車那個 對 國道上的狀況 然後我就跟鬼打牆一樣 就一直鬼打牆說 目前初二國道上的狀況 真的就像是一個大停車場一樣 沒有錯 就像畫面上 真的是一個大停車場 然後動彈不得 大停車場大概講了四次 導播看不下去會直接切畫面 因為受不了我的大停車場 真的會這麼荒蜜喔 沒有 補中一片空白耶 因為妳講話不能停下來吧 不行 然後要一直掰 可是因為那時候 真的第一次太菜了 那妳就可以一 妳就爆車號就好啦 第一台是 看不到啦 不要再停再看了 真的看不到啦 第二台是 我可以爆很久 對啊 這樣可以爆超久 下次會學起來 提供你一個車座展考 這個宰人哥要請問一下 就是之前你有初出說 其實之前的播報方式 好像長官不太喜歡 所以你後來就 沒有持續在那邊播報 就是體育主播真的 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 是嗎 其實還好耶 我是覺得是個人喜好都不一樣 對不對 可能我是比較熱血比較激情 真的好想贏韓國 真的 你願贏韓國 對不對 淚都流下來了 是啊 不 其實因為我是那個 賽事主播嘛 體育主播 其實跟一般新聞主播 還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我們比較常發聲的 唸錯人名 我們的不會那麼的嚴重啦 唸錯人名其實是還好 而且稍微圓一下就過去了 因為有些真的是很多的球員啊 他們的人名其實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假設一個狀況好了 LAMIGO桃園隊有林志勝 知道喔 林志勝 那同一隊還有林志平 那同一師隊呢 裡面則是有林志祥 還有林志賢 我講這個狀況 這個林志勝是守二壘 然後林志平是守三壘 天啊 打擊區域上的是林志祥 一壘的跑者是林志賢 好 此時呢打擊區域上的跑者 打擊區域上的馬上就是口誤的 打擊區域上的林志祥 這個球打到三壘方向 三壘手林志平接到之後 傳給二壘手林志勝 林志勝 接到球之後 封殺了一壘往二壘跑的林志賢 林志勝要往一壘傳給林志玲 把林志平給揭殺出去玩 林志玲 中間有林志玲出現嗎 林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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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林志玲 對啊 口誤到林志玲 林志玲去守一壘了 不能換說乾脆豬抱他們的 就是背號就好了 不行…一定要講出人民來 真的喔 如果你比較含糊的含混的話 你就直接講說要打給三壘手 三壘手接到傳給游擊手 游擊手再傳給一壘手 可是這樣子就欠缺了 成為一個棒球主播的專業 哇 所以要背下每個人的名字 對 哇 有時候人民很接近就會搞錯 對 這個也是要靠他們專業 對啊 但是游中主播是台語主播對不對 哇 台語的話應該也會吐一些詞吧 我先講喔 因為其實我們 有時候常常遇到這個吐成的情況 其實還滿常發生 包括剛剛幾位同業講的 什麼 Pronter字不見 或是什麼 就是突然間 就是很多種狀況 其實我覺得這都滿常發生 但是我自己發生 比較特殊的情況是說 突然間就是真的人有三級 肚子突然痛 真的很想拉肚子 怎麼辦 然後呢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們以前有看過 那種外國的媒體報導 就是像那種外國主播 他就真的吐 就拿一個桶子在旁邊 就是吐 然後就撥一撥再吐這樣 那我那時候真的就是很急 已經快要忍不住了 因為中午吃壞肚子 我就還好 因為以前我做過那個編輯的工作 我就跟那個導播 那導播因為他也是來 剛來沒多久 他說怎麼辦 余中哥怎麼辦 現在 我說你不要急 你趕快把那個上面紅色按鈕 用力的按下去 就進廣告五分鐘 然後就趕快就化險為夷了這樣 那那個時候其實 公司其實都很緊張 因為我一跑出來 那個導播馬上就跟那個 裡面編輯台說 那個余中拉肚子了 落賽了 趕快去那個準備一下 然後大家都很緊張 全部人那個編輯台馬上就說 現在誰拿一個主播在台上 趕快就趕快衝衝衝到那邊 然後後來我就慢慢的 不疾不徐的走出來 謝謝你 我OK了 所以遇到真的 好厲害喔 一定要非常的從容 這種情況真的是 沒有辦法預預料 對 因為你肚子痛嘛 對不對 忍不住 我們今天就整理了一些 這個主播在主播台上 可能碰到的問題 然後我們要讓同學 也來稍微體驗一下 好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這個 剛剛這邊一個主播提到 提詞機秀斗鬼打牆 真的是太糗了 太難了吧 提詞機出狀況 這個各位主播碰到 有沒有怎麼樣化解 對 這種狀況呢 你可以看那個電視機 電視機都會有一個Bar 就像這個提詞機秀斗 就是下一則新聞 它的那個標題 那叫Bar 所以呢你就要看圖說故事 就是看那個Bar去編 比如說 我不知道我下一則是什麼 但是我有這兩行字對不對 你就稍微把它延長一點點 然後講成好像是一個故事 目前我們得知最新的消息 提詞機秀斗了 待會兒主播會不會鬼打牆呢 持續看我們的完整報道 然後就進新聞這樣子 短話長說一下 對 稍微拉長這樣 但是今天我們這個有一些 考驗 臨場反應的考驗 臨場反應的考驗 我們要來看看 我們同學們要怎麼樣來應付 這個階段是由Patrick跟佩蓁 來,一起 謝謝 提詞機是主播在播報時 最依賴的機器 如果播報時突然發生失靈 在這種狀況下 兩位同學會怎麼應對呢 盪G了 盪G OK,好嗎 但是你題目是什麼 你自己要抽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說你要報哪一則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盪 你就是要自己臨場反應 真的嗎 對 這個狀況非常難 要是我的話 一盪機我馬上就逃之夭夭了 沒有… 對啊 不可以這樣 那你怎麼反應 好不好 我不逃… OK 加油,來 我們來看看 三峽看成三寵 單車男誤闖國道 這個新聞 好 OK,準備好了 我們要看你Patrick主播 好好怎麼播報這些新聞 好,派翠柯 3 1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各位晚安 歡迎收看 11點大學生的美新聞 我是主播派翠柯 馬上首先來看 第一則新聞是什麼呢 國道上天色昏暗 紅衣單車男 緩慢行駛在路間 一旁都有車輛高速經過 好在國道巡邏遠景眼尖 好在國道巡邏遠景眼尖 發現情況不對勁 而這個單車男呢 他把三峽看成三重 直接都誤闖 其實那誤闖的這種事情 各個新聞裡面呢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掩誤的問題 比如說之前的新聞就有發現說 有人 有個老婆把隔壁的老王 看成老公 這個事情在所難免 不過呢 這個單車男呢 他是誤闖了國道 那個老婆他並沒有誤闖了老王 這個新聞是怎麼樣的發展呢 我們來馬上看一下 好 OK 其實他沒有空檔還不錯 只是在所難免 只是你到底要不要報下一則新聞 對啊 怎麼會這樣 不是要進化面了嗎 都把隔壁老王看成老公 這個情況在所難免 太誇張了吧 三重三峽 慌了 OK 但看起來算是穩的啦 夠穩重啦 其實 至少他一直不停地在講話 只是有些奇怪的 假如家裡面媽媽在炒菜的話 應該就是不會太注意 他要講什麼 對啊 所以他的表現 他的表現給我主播 對啊 主播們評價一下 我是覺得 有一點點稍微離題了啦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新聞 就是要精準 你就是要告訴我說 他就是看錯路牌 然後呢 就騎到 把那個單車騎到國道上 可是我覺得他就講了太多的 就是其他的拉哩拉渣 觀眾一聽就是 這則新聞到底是老王 還是那個騎單車男這樣子 我是覺得會有稍微有點離題 我是覺得他的應變還不錯啦 只是他一進那個畫面 一開始問好的時候 我就很想扁他了 為什麼 他這個表情跟太帥了吧 太帥了吧 而且很像宿醉還是怎麼樣 一直放 很想扁他了你知道 通常這種東西 是會被長官罵說 就是東拉西扯一大堆 而且導播就直接先罵你 說講重點 講重點 好 這是我們派翠克的表現 派翠克 自己抽這個Ending 好 OK 接下來是佩蓁 新聞系的同學 新聞系的同學 來 請抽 這畫面 蛋黃哥奶黃包搞笑吃法 香港爆紅 好 讓我們來看佩蓁 歡迎收看11點晚間大學生新聞 我是主播佩蓁 現在蛋黃哥非常的流行 配上他慵懶的表情 奶黃包瞬間變成了蛋黃哥 用手一壓巧克力醬 就從屁屁流出來 是不是非常的搞笑 有新奇呢 爆紅的蛋黃哥巧克力奶黃包 是最新推出的港式點心 我們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吃法 像是有水煮蛋或是便當上面 都有非常可愛的蛋黃哥 那 雖然說這個畫面看起來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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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 主播 什麼了 她已經崩潰了 她崩潰了 我們是Live的 現場 糟糕了 菜鳥記者寫稿出包 女主播開口好害羞 我曾經播報一個 王菲的那個造型帽子的新聞 她製作了一頂造型非常特殊 是用百年老鷹的標本的毛 去製成的一個帽子 我糟了 糟了 然後我在抱的時候 這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已經來不及反應了 我就把就是王菲的造型帽子 是用百年 做製成的 我要帶你去看看 準備好了嗎 華麗全康 兒子 您已經不是一個三四歲的小孩了 爸爸有意把你培養成一個 有宏偉宇宙觀的男子漢 離咱們最遠的那顆星星 爸爸這個不是九個星星嗎 爸爸我們去買 旅行 日月二日起 每週六晚間八點 全新一季 爸爸俊兒 第三季 就在中天綜合台 但是要出這樣的狀況的話 可能就比較危險對不對 就是真的要靠副控室來救你的 就是如果當就是 主播辭窮的時候 或是有點頓得 然後沒有再接下去講話 沉默的時候 然後導播應該就會馬上幫你切畫面 切畫面 對 這個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是一個團隊 不是說主播一個人 就是主播一個人 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後面副控室 有非常多人在支援你 所以每個人都會幫你 對 所以事前關係培養好 除非你得罪了導播 對 除非你得罪了誰 人家就沒有要救你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畫面 其實佩甄嘛 她剛剛表現的 我覺得她音色很好聽對不對 很甜美 但是她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她剛剛斷掉的時候 你有說我們來看這個畫面對不對 其實你廢話就不用這麼多了 因為你沒有詞了嘛 非常的療癒人心 然後就進畫面了 就是你自己去想一個Ending 然後就把它帶到新聞畫面 你就沒事了 我們當評審 有的時候 這個你知道嗎 這個很簡單 我們直接請評審示範一下 好不好 我們要先來 來 哪一位新宜主播 先來試試看好不好 來… 一樣的狀況 佩甄可以好好學一下 來… Here we go 晚安 歡迎收看大學生了沒整點新聞 我是戴心儀 馬上問您報導 今天的第一則消息 我們來看到香港有推出一個 最新的好吃點心 來看到就是這個可愛的奶黃包 很多人封它為蛋黃哥 因為其實我們是把奶黃包做成像蛋黃的樣子 而我們也只要輕輕一捏 裡面就會有這種爆漿的感覺 再把它稍微搖一搖 也會覺得真的是非常好吃 想嘗嘗看嗎 帶您一起來看看 專業 先生的新聞 對啊 他這樣就解決了 你這樣是專業的 沒有人說 他也不知道讀稿機壞掉了 他就不管讀稿機 因為我一直在等他說 他什麼時候會講說 你看那個奶黃哥大便喔 他昨天應該吃得不太好喔 直接爆漿之後 這提子機整不到他 因為如果他亂寫的話 他要怎麼辦 對啊 他可能自己要消化吧 各位主播有遇過那種 亂得寫的稿 像我之前有看到的是 有記者可能打那種捲舌音 然後打成沒有捲舌的 然後小男孩五歲 他寫成五歲 五歲 對 小男孩五歲 對啊 小男孩五歲時 然後可能就是跌落哪裡 然後他寫小男孩五歲 我想說這個新聞 為什麼要講他五歲的時候 怎樣就是搞不清楚了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 稍微看一下內文 就是遇過很愛自以為是 然後把稿頭精簡到 讓主播看不懂的 像是我曾經播報一個 王妃的造型帽子的新聞 對 他就是講說王妃要開演唱會了 然後他製作了一頂造型 非常特殊 是用百年老鷹的標本的毛 去製成的一個帽子 然後 然後因為那個記者 他就是可能趕到時間很緊湊 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在抱的時候 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已經來不及反應了 就把就是王妃的造型帽子 是用百年老鷹毛所製成的 然後講完就覺得超 對 糟糕了 這個有一點怪怪的 這時我的耳機已經爆掉 因為副控什麼導播就已經大笑 可是你還是要忍住 然後進到新聞 對 百年老鷹毛製成的 因為你講的其實也沒有錯 是老鷹的毛 老鷹的毛當然就是這樣講 對 然後 你知道我們上次派追課 還有介紹一個東西 那叫什麼 Q彈蘇格蘭旦 他介紹一個東西叫蘇格蘭旦 那他就介紹蘇格蘭旦 那不然要叫什麼 也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當下 就想要笑怎麼辦 沒有 就一定要忍住 而且你的耳機已經炸掉 就是笑聲超大聲的 然後另外一種情況是 比較新進的記者 他們抓不到重點 你知道嗎 他們就會主持一直亂變亂變 比如說一個不肖遠景 去調戲明女的新聞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講說 這個遠景呢 他經常趁著這個主婦的丈夫 不在的時候 然後就前去按鈴 然後對他上下其手 導致主婦的丈夫 非常的不堪其擾 然後就報警處理 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他的主持就是一直遠景 然後主婦的丈夫 然後丈夫出門 然後主婦去開門 然後遠景對他調戲 就很像玫瑰同齡眼 然後我就快要瘋掉了 就唸到最後 而且他是比較晚交稿的 所以那個稿頭 我根本沒有看過 然後導致唸到最後 我就整個自我放棄 就變成後面就是 主婦的丈夫 然後那時候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用 潘金蓮武大人 跟武松來替代 因為這個故事 好像以前就發生過了 對 可是那時候 沒有那個腦容量去想這些 可是我覺得有些是真的是 主播必須要有一些嘗試的 其實在我們這個棒球圈 有一個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 有一個直棒球的以前叫 現在叫做LAMIGO 以前叫做LANU熊隊 有一位資深的大佬級的主播 他看了稿頭他念成 這很有名 非常有名 LANU熊 LANU熊隊 所以這LANU熊 怎麼會唸得LANU熊 對 怎麼辦 那就糗掉了 就超糗的啊 這個是我們這個 全職非常有名的一件事 因為你們是新聞 你們像我們是綜藝節目 我們還可以就是 用開玩笑說 就我常常把來賓名字念錯一樣 就開個玩笑就過去了 就我們有個叫Alan Alan Alan 結果我說歡迎Alan 為了你改名 為了你好念 還可以把它改掉對不對 對啊 OK 所以這個念稿子的時候 的確是有時候會造成困擾 又要再來體驗一下好不好 考驗 考驗一下 賀瓏跟彤彤 來 新聞稿扮演著一則新聞 最重要的靈魂 好的新聞稿讓主播上天堂 壞的新聞稿則會讓主播下地獄 馬上就來考驗看看兩位同學吧 來 請抽主題 這個 是什麼 這樣抽起來 光芒萬丈集團創辦 網購網站正式上線 好難喔 一點丟體就不太容易了 好 注意喔 好 OK喔 賀瓏 好 加油喔 你還要加準 他有設計 他有設計 好… 你要堅持…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2300大學生新聞 我是今天的主播賀瓏 首先為你帶來第一則新聞 光芒萬丈集團創辦網購網站 正式上線喔 國際知名集團光芒萬丈 所創辦網購官方網站 正式上線了 所賣內容網羅的大量的物品 所需物品應有盡有 該官方網站Logo為 一對的紅鯉魚與綠鯉魚的標誌 各位觀眾 如果有購物的需求的話 可以上光芒萬丈集團的 光芒萬丈去選購喔 好爛喔 好爛喔 你該錯我全都錯了 你這樣紅鯉魚跟綠鯉魚還不錯 綠鯉魚… 好好笑喔 你是放棄了嗎 怎麼樣 你剛剛是有認真嗎 有很認真嗎 我覺得滿專心的啊 你再講一次光芒萬丈 光芒萬丈 不行啦 完蛋了 他本來就不行啦 光芒萬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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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就不行 沒有 我覺得 OK啦 他盡力了好不好 沒關係 我們先請另外一位同學統統 好 特殊名詞難開口播報 過語中機智化解尷尬 什麼新聞很難開口 對啊 講不出來 假設說像這個 要怎麼講 對 譬如說強暴的強暴 譬如說 改強烈 改強烈 這個阿伯跟這個女孩子無力 無力 無力 那萬一有一些譬如說 像是器官的部分 我們就會用很技巧性的說 這個 好 來 您要哪一個 最好笑的 這個 好笑喔 好笑喔 最好笑的應該不是你自己 好 題目是 知名浮華飯店推出高檔護膚服務 好了 好了 準備好了嗎 好 加油 預備 Reaction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11點的大學生的 每晚間新聞 從來來關心到知名浮華飯店 推出高檔護膚服務 全台知名的飯店 浮華飯店呢 近日推出了幾位高檔的護膚服務 此服務呢 不單只是針對女性護膚 在男性護膚方面也是相當的 知名藝人胡瓜 日前就在 就被記者直擊前往浮華飯店 進行了護膚療程 可見此服務 將會在飯店的業界 吹起一股前所未有的風潮 這五球也看你挑戰光芒萬丈 光芒萬丈 來 光芒萬丈 光芒萬丈集團創辦網購 網購網站正式上線 國際知名集團光芒萬丈 所創辦的網購官方網站正式上線 所賣內容或網羅大量的物品 所需物品應有盡有 該官方網站Logo 為一對紅鯉魚與綠鯉魚的標誌 各位觀眾如果有購物的需求 可以上光芒萬丈集團的 光芒萬丈去選購 太難了啦 好難喔 好難喔 他比你好多啦 太難了 這有點難耶 好好玩喔 這個主播 這個主播們 主播要試試看嗎 我們剛剛私底下也一直出錢 光芒萬丈真的滿難的 對 還要網購 我連試都不講試了 我是光芒萬丈 好 藝凡主播 來 預備 And Action 吳安你好 歡迎收看大學生了沒整點新聞 我是蔡藝凡 首先帶您關心最新的消息 光芒萬丈集團 創辦了網購網站也正式上線了 國際知名集團 光芒萬丈所創辦的網購官方網站 正式上線 而裡頭所賣的內容物網羅了大量的物品 包含了所需的物品應有盡有 而官方網站的Logo 為一對紅鯉魚和綠鯉魚的標誌 各位觀眾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上光芒萬丈的集團 官方網站去選購 哇 哇 哇 很專業 人家就專業了 要怎麼呢 專業 對 而且主播很厲害 剛剛有稍微腋下流汗嗎 有 已經都濕了 對不對 好害怕喔 對 而且要換字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應該不能怪學生吧 因為其實對於專業的主播來講 可能 對這要怎麼訓練 又怎麼 我覺得可以去把它那些字去調整一下 對啊 比如說最後你還有光芒萬丈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說 我們可以上該網站去選購就好 就把那個字都避開 就要一講 對 那紅鯉魚與綠鯉魚 的時候你可以把它變成紅綠鯉魚就好了 對 不要念這麼多很老口 那我們問各位主播就是說 像這樣講稿不順以外 還有哪一類的狀況 是你們覺得最難 就最難面對的 什麼新聞很難開口講 對啊 講不出來 譬如說 假設說像這個 要怎麼講 對 譬如說強爆 就是你平常會早說 強爆怎麼講 這個其實到我們台語 是很容易解決的 就是說 改強烈 對 改強烈 改強烈 這個阿伯和這個女孩子 無力 無力 這個阿伯和這個女孩子 改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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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說順下去嗎 叫他順下去 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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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是那個 那個口頭了 變成說打他或是什麼 OK 對 或是就會有那種不同的意思 那你講那個口頭 或是說講那個氣呼 它就比較直接 就是直接就點到那個 那萬一有一些 譬如說 像是器官的部分 有一些你講 我們講國語的話 可以講學名 OK的 那萬一台語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國語好像也不太會去講 那個性器官對不對 就是其實還是會避過去 那當然台語就會更敏感 因為你一講那個 人家就會覺得說是 講髒話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用 很技巧性的說 這個 或者是說對 那很可愛 大家都點到對不對 大家都聽得懂 或是說重要的部位 重要的部位 或是說A跟B 兩個人發生關係 好 OK 但是台語新聞真的滿難的 又要挑戰一下 好 我們這邊有幾位 台語相當厲害的 包括我們的台語小天后 Alice以及辰辰 歡迎你們 來 詞彙的修飾 在播報台語新聞時 可是很重要的一環 而究竟兩位大學生 在播報新聞時 碰到尖深難懂的詞彙 會怎麼講出口呢 首先由Alice先來抽籤 謝謝 幸福 抽到什麼題目呢 南非醫學突破 全球首例 一金一指 好 來了… 剛講完馬上就了 剛剛其實已經大家 有加油一些了 都有加油一些技巧了 對啊 好 來 加油了 OK 預備 And action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暗暗 大家好 我是主播Alice 歡迎收看今天的 11點新聞 蘇生為你報道的頭條新聞 就是 南非醫學有新的經典 全球第一個 男人的 中邀補為的 中邀補為的 中邀補為 中邀補為 南非開普敦 有新的便宜 從他 以後的第一個案例就是 成功換為 中邀補為的中邀補為 換成三年前 因為我 補為 失敗 他的中邀補為 就已經 失敗了 所以 必須要把他切掉 現在 等到有 四次 萬一 跟他的中邀補為 送給他 現在 他的出事就是 時間 來到 九個點心 謝謝大家 太看了 謝謝 好 好期待他接下來 到底會說出什麼 真是蠻難的 太難了 真的 沒關係 剛剛最難的部分 大概你覺得是哪一邊 就是重要部位 然後又要移植 然後 你說雙尾 讓我們覺得還蠻有意思 有時候也有實在 可以講雙尾嗎 雙尾嗎 是OK的 其實移植他就有專業的說法 其實那個字直 就是念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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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難了 好 學起來 至少你有讓大家 大概聽懂意思 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剛剛一點 你為什麼一直抓癢 對啊 你為什麼一直抓 我很緊張 另外剛剛你的 稿子裡面你講了一句 我剛剛嚇一跳 你說那個 死者願意捐贈 死者怎麼去願意 對啊 死者願意 願意把她的重要部位送給她 對啊 他覺得死者就是 人家沒死的時候 他先答應 答應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他還沒有過世之前 先答應 不… 你我… 不然勒 關落 你不能殺家人 我不是那個人的家屬好不好 不能殺的家屬 對 因為剛剛說死者願意 對 對不起 他已經太有問題 他太驚慌了 自己要去做解釋 好 OK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辰辰 專業的喔 來 這學校就是在播放 對 這學校就是在播放台語 對 那難不倒你啦 期待你的表現 專長這樣勉強的啦 阿拉利姐 張婷婷 人同不累 都不累喔 台語耶 好 預備 好 來 預備 And Action 各位觀眾朋友 阿曼大家好 我是蘇富星 現在先帶你來之後 關心一條台語新聞的消息 法拉利姐 法拉利姐 張婷婷 人情 似乎都不累 法拉利姐 張婷婷不少在 年輕人的地名都很高 我的小腦 小腦的靈力也很害怕 很害怕 一句不累 一句不累 讓法拉利姐 如願為倒數的素人 變藝人 而且 這個一切 可是都靠 不在怕的意志 才能辦到 配合度高 歡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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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法拉利姐 讓法拉利姐的曝光率 越來越高 只是有人幫她看好 人言人語也不會做 台上棒會開 台下看會開 台下看會開 法拉利姐 頂頂頂頂 越來越來越煙 煙夜路的妹妹 她到底在講什麼 太棒 太棒 希望自己可以成為 煙夜街的法拉利 好難 好難 她剛剛在說我什麼 我怎麼都聽不懂 好難喔 這一則難很多耶 而且她有一點繞口令耶 對啊 自己覺得表現得 有點 差強人意 假如真的很難翻 可以穿插國語吧 其實原則上是OK 譬如說像外電的東西 外電因為它本來就是音譯嘛 所以我們其實 譬如說像開普蹲也OK 大家見得懂就好 但是其實原則上 我們基本都會盡量去把它 變成台語 所以幫我們示範一下好不好 有請 來…示範一嘴 來… 女主播台面上和樂樣 私下卻互相碰到 大家都想要在主要的時段當 主要的時段的主播 有沒有什麼就是不為人知的秘密 我們就很和樂融合 對啊 我覺得我們就是交很多朋友 大家都是這樣講的 排班都是非常資深的前輩去排 然後比如說欣怡休假了 然後她就說 逸凡妳明天可以來代班嗎 但我就以為我就是 我原本的時段對不對 對 但是我其實是要掌握她的時段 對 所以變成那個資深的 她會故意不跟你講 然後讓那個時段開天窗 她們前面講說何樂融融 然後現在講這麼多 對 而且都是女生在講 觀眾朋友好早 歡迎收看今天台語新聞 我是貴醫中 今天來到這裡不是跳槽 今天是要來跟大家報新聞 來看到健康報你知道 這是在南非開波燉 這間病院創下就以後在頭一個 她們說 為了十部人的家事頭 來醫生的手術 這個犯假是在三年前 因為這個重要的部位 派了之後 必須要來做手術 整個手術的時間 差不多有九點鐘 她很簡單就 對啊 十部人的家事頭 就是Keyword 就是Keyword點出來 然後姓達亞這樣 就大概讓大家知道 大概讓大家知道 這個原來是手術 然後她就是移植 然後就是九個小時 九個小時之後 就OK了這樣子 對啊很順暢 很順耶 專業 因為我們光看這個 我們都覺得超難 超難 其實她們講的就滿順的 然後也都聽了 對 因為她們經驗會把它簡化 對 好的 接下來各位 這個主播還幫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就是說 雙人主播考默契 不是天堂 可能就是地獄囉 對不對 默契很重要 那各位主播有遇過跟搭檔 搭檔的時候被對方影響的經驗嗎 雙人主播 我以前在播早報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搭檔 對 那個主播 然後我們默契是沒話講 可是呢 最容易發生就是 剛剛那個Alice寫的那個 笑點一定要很高 因為兩個人只要 其中有一個人笑點開了 那真的是沒完沒了 對 因為你一個人 你忍住就算 可是你旁邊的人一直在那邊 然後覺得 不要擦喔 對啊 然後我們Focus 然後他就會 你知道一個笑點開 兩個就全開了 最怕是這個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 穿鏡的問題 在我們那時候 為了要節省成本 我在播新聞之外 我還要播氣象的 所以我播了 坐播播一播 我還要跑到那個氣象板 其實就在隔壁就是 像那邊是椅子 然後這邊是站播 然後這邊是那個氣象板 所以那個男主播他還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來播氣象 然後今天紫外線怎麼樣啊 然後颱風的路線怎麼樣啊 然後這個主播他就下班了嘛 他就不想要聽我在那邊再播了 然後他就想要先離開那個棚 然後如果這時候 那個Focus他的那個 鏡位沒有把它切換好的話 就會變成 他走掉的時候 會從我的鏡面這樣走過去 然後有一次我正在播那個 颱風路徑啊怎麼樣啊 靠近台灣外圍環流啊 正激烈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個 胖胖圓圓的男生這樣子 就很像卡通人物要出去 但是所有的那個畫面 全部都已經播出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想笑 但是我還是要很 用約餘的方式說 可能是 主播太想念大家 捨不得離開主播台這樣 然後就稍微幫他緩一下 你把他名字講出來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海豚 對 我就想要問各位專業的主播 就是在主播就是 台面下會競爭很激烈 因為大家都想要在 主要的時段當主要的時段的主播 有沒有什麼就是不為人知的秘密 其實大家每次都覺得 好像主播明爭暗鬥啊什麼的 我覺得那都是外在的偏見 是嗎 因為私底下 我不知道是因為 就是我們還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好像... 我們就很和樂融融 對啊,我覺得我們就是 交很多朋友啊 大家都是這樣講的 很像我們就有遇過說 剛進來的 他也不會去打招呼 然後也不懂得備份 然後就有排班的 因為排班都是 非常資深的前輩去排的 你播什麼時候 然後比如說 心儀休假了 然後他就說 亦凡,你明天可以來代班嗎 但是呢 可能他中間就沒有溝通好 然後導致說 就是亦凡 他心儀休假他本來要請我代班 然後呢 可是他沒有跟我溝通好 所以我幾點... 播幾點的新聞 他就說你要... 你明天要來上班 那我就以為我就是播 我原本的時段對不對 對 但是呢,我其實是要遇到他的時段 對 所以變成那個資深的 他會故意不跟你講 然後讓那個時段開天窗 那這個是誰的問題 因為他排班的表 就是白紙、黑字都寫好好的 所以長官會看那一份 不會聽你的說詞 所以年輕一代 現在真的要特別小心倫理這樣 哇,你看 他們前面講說何樂融融 然後現在講這麼多 太厲害了 而且都是女生在講耶 難免有一些職場 性酸 其實在哪裡職場都是有這樣子 對,我覺得倫理真的是最重要 對啊... 對不對 不一定是主播台啦 可能各個職場都會有這種相關的問題 都是這樣子的,OK 好,接下來我們又有一個考驗囉 就是雙主播的考驗 是,通常有一個就是 可以說是代賽主播 對 我們今天是由海產來執行 來,有請 雙人主播考驗著彼此搭話的默契 接著兩位大學生要和問題搭檔 海產配合播報 究竟遇上狂出包的搭檔 兩位會怎麼應對呢 海產你將要執行一個任務就是 來,請中間 看你是怎麼樣討人厭的主播 長得討厭 皮膚是 愛搶化的這種搭檔 愛搶化 很適合你 NZ本人嘛 本人 對啊,你不用演啊 不用演 Dora加油 好,OK,雙主播預備 And action 播報新聞 各位午安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學生的梅新聞 我是主播Dora 我是海產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 有下一則新聞是 少女迷戀男網友 半個月打了400通電話 哇賽,太誇張了吧 實在是 接下來要關心的是 是不是有人真的太 為愛太痴狂而惹禍呢 這麼痴狂,什麼回事啊 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女生因為她太瘋狂 迷戀她的男網友是不是 是... 不過這樣的行為 其實是讓對方會非常痛苦的 有多痛啊 可是我覺得她應該是不堪其勞的 因為這個女生無時無刻 都要打電話給這個男網友 有讓那個男網友 那個男生覺得好煩喔 是,而且這個男生 他就想出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他把這個電話 直接轉給了警察 真的假的 想不到警察 最後也瘋狂的接到電話 是 接到快抓狂 接下來讓我們看新聞畫面 OK嗎 你好煩喔 而且新聞台有出現降K畫面的嗎 對啊 你是新聞龍捲風喔 莫名其妙 怎麼那麼討人見 Dora剛剛有被影響到喔 有啊 前面笑場 不專業 沒有這種主播吧 有嗎 你們有遇過這種嗎 就是她... 其實好像有耶 有主播是帶綜藝感很強的 然後一直搶 哇,你知道嗎 這可不得了啦 有笑到這樣的嗎 新聞總有耶 我不會想要一個名字 但是我不是很想這樣 但是有 有,但通常都是報 真的報體育的好像比較多 因為就是會有很多的 體育當然我們可以了解 但是有報一般正常的新聞的 有這樣子的風格喔 而且她還搶話 一直搶話 有才有 真的喔 對 可是有很多人喜歡耶 好,OK 好,那接下來是 誰要來挑戰 好,陳婷 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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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下來 海產又要變成什麼樣類型的主播呢 容易忘死的搭檔 忘死型 你脫累 對啊 好 OK 預備 Action 各位晚安,歡迎收看 大學生的杯整點新聞 我是彭真廷 新聞開始來帶您看到 職棒轉播有新的發展了 平常我們看 實況轉播的時候 竟然可以抓 是雞還是狗 抓猴 是的 我們來帶您看到最新的狀況 原來呢 這是一個球迷 他在看到實況轉播的時候 沒想到竟然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頭靠在別的男人的肩膀上面 對 對 他當時很生氣 馬上打電話給他的女朋友 問他是不是在球場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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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電話一通呢 他馬上就問到他女朋友說 現在的比賽狀況到底如何呢 當然他女朋友馬上就不遲 不遲疑的就說了 現在狀況是3比1 這下劈腿馬上就人髒俱獲了 究竟現場狀況如何呢 帶你來關心 好 OK 可是你覺得有點爛喔 對啊 你感覺不像是旺斯 你像是孔鏘啊 對啊 是啊 你可以就是看不太到字也可以 對不對 但是這剛剛他的表現OK嗎 有些地方 他可能還在觀察到底要不要救 第一個搭檔一定是要馬上接話的啦 一定要馬上接話去救他的 對 不管怎麼樣就是要接話 不要讓場面冷場 也不要讓搭檔 就整個好像一個笨蛋一樣在那邊 哼哼的 要救他 對 所以你跟他有感情很差 想要換搭檔的時候 你就不要救他 表現得不錯喔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你們 來 好 最後呢 請這個四位前輩 給我們這些同學 他們未來想要從事新聞相關 或主播相關的工作 給他們一些建議好嗎 我覺得最具體的建議就是 那我今天看下來 大家最缺少的是臨場反應 那反應是靠什麼呢 是靠經驗累積而成的 所以我們看到線上的大主播 他們都是從記者開始 一步一腳印當起的 因為當你在連線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現場非常多的狀況 臨時又齊火了 然後又有人用拖鞋K你 什麼狀況都有 但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你都要繼續把話給講完 就是造就你到時候在主播台上 不管你字幕機黑掉也好 然後插播報道也好 你都可以你知道 臨危不亂 所以我覺得你在家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著新聞畫面 如果你真的想要從事這一行 你把自己想像成 你在現場的連線主播 然後你就跟著那個主播一起連線 是的主播各位觀眾 記得現在在什麼什麼地方 然後人事實地物把它講完 那時候我就是這樣訓練我自己的 所以可以在一年之內 就坐上主播台 不過我真的是建議 因為想要成為主播的同學們 然後第一個 你要先了解自己的特色在哪裡 自己的優點在哪裡 另外呢就是真的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就要練好你的口條跟咬字 你跟平常人跟人之間講話 跟同學講話跟爸媽講話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練你的咬字了 這樣子日積月累下來 你的口條跟咬字就會進步 平常就要練習 對啦 練習得完美 專業不容易的 今天要非常謝謝四位主播 謝謝 下次見了 拜拜